現在又有一個新的議題丟出來了 就是可以混打 之前其實才幾天前才說不能混打 我還記得張上淳說混打 沒有足夠的科學證據 也沒有足夠的什麼 這個醫學 或者是各國的人體試驗 所以站不開放 一聲昨天就說可以混打了 那我們來看看昨天 陳時中有講 說我們的一個諮詢委員會 疫苗接種諮詢委員會 同意混打 可是有但書 打算從一到三類先打 這一批人先打 而且這些人是先打了一劑 叫做AZ疫苗的人 然後我們可以讓他打 這個mRNA的疫苗 mRNA的疫苗就是指的莫德納 或者是輝瑞 可是現在輝瑞還沒進來 所以應該就是莫德納了 那很多人就會說這樣不公平 像兵哥可以講 兵哥也是打過AZ疫苗 那你就 你不是一到三類 那一到三類是誰 丁丁 他是一到三類 他可以先打 我不曉得這是好處還是壞處 因為先把他們 推去當實驗組嗎 還是先讓他們得到保護力呢 因為為什麼會這樣講 是因為林靜宜 林靜宜醫師 他在7月16號 觀眾朋友要注意一下 其實沒有多久之前 不到10天前 他才曾經講過說 為什麼在其他國家人體試驗還沒有做完之前要用自己身體做實驗 他是反對 他是反對混打 也就是說他那時候跳出來幫張上傳幫指揮中心背書說 不要混打 不要混打 那這一次指揮中心可能來不及通知他了 所以他這個就有點難轉了 比如你就看到這個張喬瑜護理師 他就說林靜宜這麼挺政府 政府卻一直打臉 林靜宜的一場篇大論 實在太不夠意思了 這個為林靜宜大聲感到不值 不過我必須要糾正 他不能隨便用大聲兩個字 我先講 林靜宜其實他講的那時候我就覺得非常奇怪 明明國外已經做了很多AZ加BNT或AZ加莫德納的測試 其實人家都有在做 我們台灣自己都有在做AZ加莫德納的測試 因為我們手上就這兩個疫苗 你當然去做這相關的實驗 所以我也不知道林靜宜是不懂的 還是故意要去講 就是不希望大家去混打 那實際上 以我們台灣購買的數量來講 你看AZ1000萬 再加上日本送了300多萬 然後莫德納505萬 再加美國送了250萬 那個數量就不平均了 所以你不混打好像都很困難 所以混打本來就是台灣要去研究 再加上這些民間團體 買了1500萬劑的BNT 你幾乎混打大概是台灣 唯一的選項而已 那為什麼他突然間 會宣布這樣的一個東西 其實很簡單 大家去想一個思考 因為第一類到第三類是誰 除了第一類最高風險的那些人之外 再下來就是這些政府官員 政府官員 這些政府官員當初 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在民眾之前 全部都去打AZ 可是後來AZ被證實 對新的變種病毒的保護力 是比較差的 所以現在這些官很怕 他要趕快補強自己的保護力 所以之前本來一直在猶豫 後來發覺不行要先開放 因為你要這樣打的時候 才能保護好我自己 所以假如他們 你看他一開放 他並不是說 再來講你應該先做短節 因為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高風險人士是最嚴重的 再來講你應該先開放第一類就好 他一到三類 他馬上開放一到三類 為什麼 就是他們要去搶 你知道他們要先搶 因為他第二季可能不想要打AZ 對 他不想再打AZ了 因為我們國家未來剩最多的就AZ 對 所以他不想 因為按照這種排法的話 他一邊排到第二季打AZ 可是他會排擠到那種 我們丹溝莫德納的人 是 所以這就完全改變 真的 大家如果記得的話 蔡英文跟以前民進黨政府 他的積極政策是什麼 要全面加大疫苗覆蓋率 那理論上來講 你要加大覆蓋率的話 你應該不錯 先打一劑 每一個人先讓他打一劑 那結果你不是喔 現在是突然之間又說 我們現在開始追加第二劑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 本來蔡英文說月底之前要打到 百分之二十五的已經過關了 所以他沒有這個承諾 需要去達成了 那再來他們想 這樣持續等下去 我可能兩劑都AZ 這些政府官員怕了 我跟你講這種官員為什麼怕 就是因為AZ面對變種病毒的時候 他的防護力有可能降到非常低 那國外測試第一劑降到百分之三十幾 那第二劑打下去之後 也不過百分之四五四 大概五六十這樣子 所以要AZ加BNT或AZ加莫德 那保護力也比較好 那其實政府的這個決定 打臉了誰你知道 打臉了陳戰堅 對啊 為什麼不混打高端 他Delta的保護力這麼高 是啊 你為什麼不直接混打高端 他這麼強 他不是說只要加上良好的走進 面對任何架構他要變化 他都不怕 是啊 鬼扯 因為我老實講 全世界公認的是什麼 只有mRNA在面對 新的變種病毒的時候 你稍微做調整就可以營應 從來沒有人說 蛋白質吃蛋外疫苗可以這樣做 而且更糟糕的就是 陳蔡堅跟剛剛那個毒物專家 講了一大堆 連那個什麼孫悟空五指三都跑出來 我想請教一下 裡頭有哪一個是科學證據 都是我相信 有可能 你如果真的這麼要把握 你數據拿出來看 你把你面對英國變種病毒的時候 數據拿出來看 面對南邊病毒的數據拿出來看 面對印度變種病毒的數據拿出來看 你拿出數據才能相信人 你這麼大的公司 政府這麼支柱你 結果你用我相信 有可能他逃不出我的五指三 這什麼鬼啊 所以這根本亂七八糟 那政府的決定 實際上就打臉的高端 因為你政府官員 自己都不相信高端 他們很怕自己先等到高端 所以要先趕快 讓自己能夠打到莫德納 所以你看這些政府官員 每天都為自己著想 真的是讓我們覺得 選這些政府官員 這是台灣人民最大的錯誤 真的 這個第二類的官員 不僅先打 而且他不斷膨脹 本來只有幾萬人 慢慢膨脹到19.7萬人 越來越多 而且排在老弱婦孺之前 排在重大疾病的傷患之前 現在又要為自己 有可能 這是兵哥認為的 有可能這樣的解讀 就是他可能覺得 他防護力不夠了 現在要混打了 所以也是他們先打 怎麼會有這樣子呢 官最大嗎 官最厲害嗎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現在內部的情形是怎麼樣 我們明天要開始微降級了 要從三級降到二級 當然還有很多的限制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我們的染疫死亡率 我們的致死率 非常神奇 非常特別 非常不幸的 高於全球甚多 觀眾朋友現在知道 全球的致死率 現在已經降到2左右了 本來是2點多 現在是2.0左右 可是我們台灣的致死率 是超過5% 這個是一個不可思議的高 也就是我們高於全球的 兩倍以上 怎麼會這樣子 可是我們來看看 這個陳時中部長 昨天在記者會上 還有心情 因為他自己的責任 他自己的責任 應該是權力防疫 可是他特別講到 楊永偉奪奧運銀牌 這件事情 他說為疫情氣氛低迷的台灣 注入了魚有熔焉的感覺 吳思瑤幫他超議了 威姐 吳思瑤幫他超議說 陳時中有哽咽 他到底有沒有哽咽 我們剛好看那個影片 他沒有哽咽 為什麼吳思瑤要這樣講 吳思瑤好像變成這個 陳時中肚子裡面的蛔蟲 還可以有毒心術 他講了一副很勵志 這個叫逆轉腎 而且吳思瑤把他引申了 這就好像我們的疫情一下 叫做逆轉腎 我們真的有逆轉腎嗎 我們其實已經死亡 將近很快要達到800人了 對 然後我們的死亡率 剛才前子也說 請問一下 台灣的醫療水準 是如何的低落 我們不以前都是 以台灣的醫療水準為自奧的嗎 可是到現在為止 全世界的死亡率 大概只有2% 而我們遠遠超過 全世界的平均的死亡率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麼今天陳時中 還有心情來談奧運 沒有錯 其實因為這兩天 我們的成績非常不錯 拿了好多的獎牌 所以我們確實沉浸 這樣子一個歡欣鼓舞的氣氛中 可是對不起 指揮中心不能鬆懈 說真的他不是交代你嗎 所以這個疫情雖然趨緩 雖然要降級 可是絕對不能鬆懈 請問一下指揮中心 你現在鬆懈到還可以去看奧運嗎 你還可以去監看奧運嗎 簡直莫名其妙 然後再加上吳思瑤 這樣的一個超議方式 我真的覺得這樣子 只是又是一個大內宣 我要特別講一下 就是說剛才講第二類 第二類最早 他們的框也是九萬人 後來一直不停的膨脹 九萬人變成十三萬人 十四萬人 十六萬人 後來將近二十萬人 這麼多人在打 你們都已經打完第一劑 你知道嗎 現在還有多少人打不到 我剛才在說話間 還有人在講說 我已經預約了 到現在都一直等不到 很多的年輕的朋友 周壯年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疫苗可以打 你們這些濫於充塑的第二類 沒有錯 我覺得有一些是在第一線 警銷人員 或者是第一線的護證防疫人員 他們去匡列的 他們當然應該先打 可是請問一下 這裡面有多少是灌水的 大家在講第一名 第一名他你有在第一線嗎 你沒有在第一線 現在匡列到裡面去 還有我要呼籲一下 食藥署 食藥署在整個監督的過程裡面 我們講都是黑箱作業 結果你食藥署給我們去打一個 黑箱作業的高端疫苗 可是你們自己打國際牌 你們自己在打國際牌 國際認證 給人民去打只有台灣標準 沒有國際標準的高端疫苗 然後你們打好打滿 打的比例竟然是169% 所以就是說 只要跟食藥署沾上一點邊的人 全部搶打國際牌 所以我要求 食藥署你既然幫高端疫苗 幫這些國產疫苗 這樣子掛保證 你們要不掛保證是不是 那把你們的戈備留下來 為什麼還要佔那麼多的疫苗的缺 對 而且我們要幫一些軍警人員 這些弟兄們他們很辛苦 我們要為他講講話 他們很多人有來 跟我們大白話來反映 他們真的很擔心 他們的手臂會成為 高端疫苗的試驗品 沒錯 因為他們現在 其實第二劑沒著落 你知道嗎 他們第一劑可能打了 可是第二劑沒著落 他們很擔心 他們變成高端混打的 第一批試驗品 觀眾朋友 您對我們今天的議題 有什麼樣的想法或看法嗎 也邀請您 歡迎您打電話進來 我們的電話是02-2656-2700 02-2656-2700 小小歡迎來接觀眾朋友的電話 這是嘉義的劉先生 劉先生你好 我想了解一下 到底政府關於他們有沒有聽到我們的聲音 應該是有吧 應該是有啦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這些事情 他做了跟有沒有做都是一樣的事情 我覺得很浪費我們人民的一些心血 也在那邊苦苦的跟他爭這個都沒有什麼意義 可是我們還是要發聲出來 要持續這個讓他知道人民的想法對不對 對啊 一直講 一直講 我覺得也就都是這個樣子 好 感謝你的電話繼續努力 我們在接下通電話就是高雄的邱小姐 邱小姐你好 這個執政長從上到下都不管民意怎麼樣硬幹 這個高端就好像我們高雄的慶戶案一樣 結果高雲被吃坑走了150億 慶戶案到今也是不了了之 更可惡的是這個高端它炒補 是關心我們的生命危險 那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呢 精管會呢 精管會一定不會管的 邱小姐妳是中間那五廟那個小姐嗎 對 對 對 現在比較好嗎 現在我有去煮疫苗 不過我最煩惱的是 我們的兒子和女兒都不常煮 50歲以下到現在都不煮 都不會輪到他們 對 都要不 好 像說上網去拜也是不好 好啊 是 是 好 感謝你的等位 祝你平安 健康 謝謝 下一通電話是台北的馬先生 馬先生你好 馬先生 我是說我家裡面還有五個年輕的沒有打到疫苗 也找不到疫苗 我願意出錢請市長幫我們登記做造冊 我們願意買疫苗 我們願意買54的 我們五個沒打我們願意捐出45個 馬先生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你自己本身打過疫苗嗎 我打了 我已經80幾歲打過了 那你家裡面年輕人大約是多少的 幾歲 約50幾歲 約10幾歲的 50幾歲應該可以打得到囉 應該是 還小的也打不到啊 他們沒打啊 可能他是想要打mRNA的疫苗是不是 對 對 對 高莫德納 高莫德納 所以你願意自費 請這個台北市長買多一點mRNA的疫苗進來 因為他們民進黨 那個錢拿走了就算了 我們自己出錢就好了 那如果說是高端疫苗 您願意打嗎 願意啊 高端 願意 高端不要不要不要 好 OK 好 非常謝謝您的電話 希望這個政府有聽到我們的聲音 來 這個龍介兄 龍介兄 這個馬先生是代表很多人的聲音 是 他就是憂心忡忡 對不對 所以你說那你政府 為什麼我們 我跟你分享一下 大家 你認真聽 就是說我們到今天確診大概是15571 那死亡是786 所以剛剛前次你講我們是5% 好 我們靜下心來 我們任何人都不會相信台灣的醫療水準這麼差 所以不應該是這樣 我們不必比高水準的這個國家 我們比一般的國家 好 那我們台灣就算在一般數好了 那你在中位數的話 等於我們也頂多也只能死300多人而已 所以為什麼端北的市場會那麼簡單 15000多個確診 其實有一些沒有塞 我們沒有塞 很多你沒有塞出來 那政府你看你一個快塞 光是快塞 怎麼會那麼貴 這是今23號的 是 23號 那是陰性 那我變成我單選莫德納 我沒得選 又沒得打 你跟亮哥一樣 所以我變成 你跟郭正亮一樣 我每三天 我每三天就要自己要塞一次 是 那為什麼 你應該把這個快塞降到 人家幾十塊就可以買到 為什麼我們要300多塊 那你不願意做 讓人民自己來先快塞一次 是 你要補塞 才能真正把這些抓出來 是 你今天做解封 開放 人民才會安心 剛剛有一位觀眾朋友打電話進來 馬先生 他說他可不可以自己拿錢出來 去買疫苗 我相信很多人是這樣想 可不可以我自己出錢 其實如果可以自己出錢 我相信很多人都願意出錢 但是我請大家放棄這個希望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政府 從頭到尾就不會讓你去買 你看柯文哲 那時候不是說 我們台北市自己去買嗎 然後他自己馬上補一句說 我也知道不可能 為什麼 因為衛服務根本不會準 你看國民黨那幾個縣市場 說要去買 他有準嗎 他就是不會準 民進黨不會讓你們得逞的 是 所以馬先生非常典型 就是他自己打完疫苗 他八十幾歲 對 他關心他兒子有沒有打到 他的孫子有沒有打到 然後到現在為止 通通打不到 所以他想說 你願意我自己出錢 而且他說我可以買多一些 我們家用五個其他的 我給別人用 甚至願意去分給別人用 可是萬一